作为中国的东方之主 在过去香港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知识 但是近段时间以来 有部分乱港暴徒无视香港的和平与法治 是以攻击香港警察和无辜市民 乱港暴徒的猖狂刑警 严重地威胁到了警察和社民的人身安全 为了严厉打击这批乱港暴徒 近段时间接连有多批的防暴装备抵达香港 据媒体报道10月18日当天 一位香港警少在媒体上贴出照片称 当天有几位热心的爱感事民志发仇知 购买了8500套护警装备送给了香港警队 除了护警装备外 还有内地网友和香港使命 为香港警局送上了他们购买的300多双的防暴手套 他们告诉记者 我之前听警员提过 自己在外面买的这种手套好用 于是我们就指掏腰包为警察送来手套 香港警察为维护香港治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对于这些付出 全国各地的同胞都看着眼力 除了防暴装备外 全球各地的爱国爱感人士 还有各种方式向香港警察送上了嘱咐 职联名绿报海外晚10月19日消息 近日一位运在加拿大的11岁的华裔男孩 用自己存下的零花钱购买了一大批 自己爱吃的零食送到了湾仔警察总部 在慰问信中 男孩表示虽然我们不住在香港 但我们都很感激他们保护我在香港亲人的安全 另外有来自浙江的内地同胞为香港受伤的警察 送上了自己亲手缝制的象征着平安的香刀 他还在信中写道 祝愿东方支出香港能够着律恢复万绿的年纪 只有这样香港市民才能够安居乐业 在普通民众送上防暴装备的同时 香港警方也向乱杆暴徒做出了正宗表态 10月18日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冲 在出席警察总部居心的警队纪念律仪式是八九一 他表示香港警队从1840年成立至今 执勤期间经常身处潜进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但警员们从不畏缩一直奔着移民为本的精神 接近所能地维护香港的安全和稳定 另外他还做出坚定的表态证 即使潜入仍然充满考验 但我坚信香港警队将会克服难关 为城市恢复秩序 普通民众的行为和香港警察的表态证明 香港龙部下这些暴徒为非作戴 乱杆暴徒的说着所谓 终究不得人心的 如果乱杆暴徒只以为非作戴 到时候他们终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昨天晚上香港街头干渡继续闹事 可是却出现了最烂力的风景 是的香港警察的防暴头盔的后面 是一面绵糊片面的五星红旗 这些香港警察是香港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香港警察住过在你的身口 至六月暴乱开始以来 香港警队就成了香港的最后一道屏战 而这些前线警察 宅用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 捍卫着香港最后的龙幻 他们战斗在反感毒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前沿 他们是共和国的英雄 他们即使稍受奇迹 身受重伤 却依然痴心不改 他们即使心受委屈 无处处说 却依然坚守使命 有前线警察说今天以我替祖国守好疆土 有前线警察说以我在祖国放兴 有前线警察说有内地人民的支持 他们不会善失信心 有前线警察说是你们的官暗 让我重新相信正义 即使面对暴徒们最后的闷款 这些维护香港最后的安全的警察 他们心存大意不惧艰辛直面威胁 更是将国旗贴到头盔上代表国家守护香港 他们香港警队才是真正的最美的分界线 香港警察为国守护香港的英雄 实施运同胞还有强大的祖国永远在你们身后 永远是你们坚不可摧的侯顿 是1997年回归岛以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香港享受着自由和稳定的发展环境 但是今年六月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为了捞乱中国的发展 多次在香港问题上插手勃勃使务 他们不仅在背后怂远乱港暴徒 攻击香港警察和无辜使命 而且还多次的为傍途的暴力违法活动提供舆论支撑 心理无法无天的美国政客 更是妄图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对香港下黑手 据人民日报还晚晚10月16日消息 三地时间十五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关于香港的三项法案和决议案 值得注意的是 国国对香港有毫无争议的主权 美国议会以这种立法的形式来插手香港事务 明显侵犯了我国对于香港的管辖券 并且美国持续等于是 公然地将霍乱香港的黑手摆上摆面 其消商制态度令人愤慨 对此我认为通过立法手段来干涉叹国事务 是美国政客冠运的伎俩 中国之前就曾多次地对其进行了批评 那时美国显然把他担住了变分 在美国满天下之大部位将黑手摆向香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做出了临厉回应 据外交部网站10月16日消息 耿爽在16日凌晨明确地回应美国称 美国国会众议院万顾事实颠倒黑白 把世纪重火打扎伤扑的严重犯罪 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手标准 春风暴露了美方一些人在人权民众 问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牵制中国发展的行恶远心对美方的错误决定 双方必将采取有利措施坚决反制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物纯属中国内战 布隆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我们奋唇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冷马 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式反法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物干涉中国内政 跟说那会议云真见识的指出 美国政客的称呼打劫遏制中国发展 其嫌恶用心招揽弱洛西 事外外交互助港公署 也密警地警告了美国政府 我们敦促美方有关政客认清历史大事 宣传论马立即停止推荐香港法 停止插手香港事物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再次正告美方政客 打香港牌绝不会得逞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实证明香港是中国人的香港 打香港牌来分裂香港的行为 都不会得逞 可以预见一旦香港的局势超过限度 中国必定不会坐视不管 方道士美国如果一味地插手中国内政 届时只会引火烧身 让自己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说谓民主人权 只不过是西方国家 干涉香港事物的一个盗浪 对待暴力违法活动 只能是一个标准的一种态度 双唇标准 姑息重容到头来只会害人害敬 近期的事态和西方政客的表演 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某些西方政客嘴里的美丽分井线 好比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独不能明便是非保持定理 最经只会迷失 只我呼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有些政客 无端地指着中国的社会制度 对中国谋求民主复兴耿于怀 中国的制度好不好 中国人民最清楚 实际也已经做出了回答 我们刚刚隆重地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国际社会普遍高度肯定 中国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说出的重要贡献 历史和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完全是正确的 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也因此得到了 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多个外国机构民调显示 中国民众对本国的 社会主义制度 和发展道路的支持度 在所有说法国当中 始终排名第一 既然是成功正确的道路 为什么要改变 既然人民群众支持 为什么要放弃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 现实国情不同 双方谁也改变不了谁 没法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 改召成别人的想法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更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不会受别人摆布 将因着自己选择的道路 确定的方向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中方从来无意改变美国 美方也不应 总是谋求改变中方 而是应学会 以包容平等的心态 中种包括中国在内的 其他国家的震荡发展权力 如果总是幻想着改变 甚至是改召别国 肯定只会是 落得马蒂波里心 自由社会懂得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才有可能共享满天摧残心 我还想暂时强调 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分歧 存来都存在 重要的是不让偏见 和见局控制着思维 更不能让冲突和对抗 主导创新 而应坚持秋冬成意 平等协商广控分歧 希望美观摒弃成就过时的 冷战思维 回归理性正确地看待 和处理中美关系 多着忧虑中美互相合作的事 而不是相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